他是被伤病毁掉的球星,年仅32岁便带着遗憾选择退役,詹姆斯的一个无意之举直接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,他就是印城之子丹尼·格兰杰。 格兰杰的篮球天赋并不算突出,他在新墨西哥大学读完最后一年才参加选秀,大四赛季他依靠着丰富的比赛经验,场均得到18.8分、8.9个篮板、2.4个助攻、2.1个抢断和两个盖帽的全能数据,成功入选赛区最佳阵容。 格兰杰在2005年选秀大会被步行者在时期顺位选中,信秀赛季,格兰杰在明星选手众多的步行者队获得了稳定的上场时间,赛季一共上场78场,其中有17场首发,场均贡献7.5分和4.9个篮板,他出色地完成了球队替补球员的任务和自己的处子赛季。 2006-07赛季,随着佩甲的离开和阿尔哈林顿的到来,在赛季第16场比赛之后,格兰杰就被提到了首发位置。 赛季中期,哈林顿被交易到勇士队的同时,格兰杰开始担任封卫尧百人的位置,而主帅卡莱尔则更看重格兰杰的得分能力。 他开始展露头角,逐渐兑现自己的得分天赋,在当赛季场均得到13.9分和4.6个篮板。 第三个赛季,格兰杰迅速成长为后米勒时代步行者队的头号得分手。 80场比赛全球出战,场均19.6分、6.1个篮板,超越邓梅利的19.1分和小奥尼尔的13.6分成为球队核心人物。 更在对阵山猫队的比赛,轰下个人职业生涯兴高的37分。 但在个人进步的同时,格兰杰未能带领步行者重回季后赛舞台,这是管理层不愿看到的。 凭借着优异的表现,步行者在修赛季给这位新晋当家球星奉上一份5年6500万的顶薪长运。 续月后的格兰杰全面爆发,在2008-09赛季出场67场比赛中就有49场比赛为全队得分最高,并且整个赛季投中182个三分球,排在步行者队是第三位。 赛季场均得到25.8分和5.1个篮板,不仅生涯首次入选东部全明星阵容,25.8的场均得分也排在联盟得分榜前5名,仅次于维德、詹姆斯、科比和诺维茨基等超级巨星,并且在赛季最快进步球员的奖项评选中立亚德文哈里斯成功夺得2008-09赛季最快进步球员。 2010-1赛季,格兰杰成功带领步行者重回季后赛,但他们在季后赛首轮便不幸遇到了MVP赛季罗斯带领的公牛队,最终结果可想而知。 球队为了进一步提升战绩,于是在2011年休赛期大量招兵买马加强阵容。 在聘请沃格尔为主教练和选中保罗·乔治的同时,还引援了大卫·维斯特和乔治·希尔,不幸者五虎正式组建完成,组成了一支攻守兼备的强队。 2011-12赛季,虽然格兰杰厂军数据出现了下滑,但球队的战绩却突飞猛进,队中的新兴保罗·乔治颇有巨星风范,球迷们对格兰杰和乔治的组合充满期待,不幸者当赛季以东部第三的成绩挺进气候赛。 季后赛首轮面对魔术队,步行者并不血刃以4比1绅士横扫对手。 次轮面对如日中天的热火三巨头,前四场比赛占平至2比2,随后关键的天王山之战也成为了格兰杰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 在聚武格兰杰的一次跳投中,詹姆斯在防守时没有及时收脚,导致格兰杰在下地时不慎受伤赛季报销,在失去核心后的步行者兵败如山倒,最终遗憾出局。 在受伤之前,格兰杰季后赛共打了17场比赛,场均得到17分和5.7个篮板。 或不担心,格兰杰在休赛期进行训练时,膝盖再度受伤,这是他在新赛季无限期休战,2012-13赛季他只打了5场比赛。 当他在2013-14赛季回归的时候,球队核心早就换成了保罗乔治,再加上格兰杰在受伤之后运动能力下降严重,表现不佳,这也导致了球队慢慢放弃了这位昔日的球队核心。 2014年2月,格兰杰被交易到76人,一个星期之后,格兰杰便被球队买断。 之后,他先后加盟快船队、热火队、太阳队和活载队,但都显有亮眼表现,甚至在后面两支球队都没获得登场的机会。 2015年10月27日,格兰杰被活载队裁掉后随即宣布退役,这时,他年仅32岁,格兰杰可谓是被垫脚毁掉的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。